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可食地井 与树林社区大学合作 在新北市立图书馆树林分馆顶楼建置绿屋顶 从4月开始使用木栈板、木框 结合培枝土与透水网层 培育出47框的各种可食数过 未来社区大学将结合设搭课程 让学员可以更了解食农教育 绿屋顶的建构可以有效降低顶楼温度 节省楼下图书馆的空调费用 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 而布置好的种植框高低错落 有些高度紧达腰部 除了是依照所种植的植物 所需要的土壤深度决定外 也让前来的志工们可以不用弯腰 就能照顾好这些绿色蔬果 种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绿屋顶已经是满源绿意 茂盛的大陆妹绿意清脆 所有的攀藤植物 丝瓜 南瓜 即使不架高 在地上铺上透水网也能种 摘起清脆的空心菜 志工们笑得好开心 从图书馆四楼顶楼望出去 视野宽阔 再加上绿色植物欣欣向荣 让前来照顾的社大志工 每个人心情都变好 负责协调绿屋顶管理的林大哥 每天早晚来交水 不觉得是辛苦而是快乐 来参与的社大志工 每个礼拜排一天 即使只是来交水顾苗 看到生机蓬勃的菜园 不仅身体健康 人也变开朗 看到绿色的蔬菜长大 是一种很有成就感 然后会觉得还蛮快乐的 赏心悦目 精神上比较有所寄托 看着这个植物慢慢长大 很棒的一件事 对身体会比较好一点 树林社区大学将在设置 集水棚与雨铺满 让水资源能循环再利用 打造都市绿域农园建立教育学习基地 数位天空新闻树林报导